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句话之地有声,不仅体现了我国反腐畅联的坚定决心,也为清官好官提供了一个坚强的后盾。老虎指的是高层的,权力比较大的人,而苍蝇却是指基层不作为,腐败的领导干部,基层的作风直接影响到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四川南江县纪委书记王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维护这种形象。1961年11月,王英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一个工人家庭,这里土地贫瘠,交通落后,信息闭塞。 王英一家极其贫困,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搭上高考政策的顺风车,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本科,这在当时是高学历人才,从此他凭借知识走出了穷乡僻壤。 2002年8月,经过18年的摸爬滚打,王英已经官至南江县纪委书记。从此他再次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国家和人民好好工作。 上任以来,作为县纪委书记的王英,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到基层的队伍作风,所以他给自己定下一个工作原则,绝不畏亲情,有情所办。 2005年4月,在一次专项资金检查中,发现水利局有重大危机问题,私自套取专项资金58万余元中保私囊,王英立即下令查处涉案的6名工作人员。 这些苍蝇通过亲朋好友,领导赵王英说请,请求网开一面,全部被他言辞拒绝,最终,这位女纪委书记顶着巨大的压力,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2003年5月以封信,方剑从市纪委转到了县纪委,控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干警和某,玩乎职手致人死亡。 王英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案情,迅速开展调查,然而此案到了关键节点,却遇到了巨大阻力,有人扬言,敢查这个案子,就是不想活了。 王英没有退缩,他斩钉截铁的对下属说,自古邪不压正,坚持就是胜利。 就这样他与工作人员连续五天无夜吃住在单位,经过两个月的攻坚,十名领导干部,受到应有的政绩处分和法律制裁。 入任以来,王英查处的案件达上百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六千万元。 然而天度英才,这位静止静责的女纪委书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身体不适,也过不上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王英正在重庆新桥医院接受抗癌化疗,他心里深深挂念着南疆县的百姓,于是不顾医生与家人的反对,连夜赶回南疆,投身到抗震救灾一线。 王英拖着病重的身体,日日夜夜在第一线查看灾情,敦促救灾资金的发放,查办危机案件,因病情恶化加上治疗不及时。 2008年11月27日,南疆人民的女儿,县纪委书记王英带位完成的事业,带着对人民的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48岁。 这位被百姓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的人飘飘荡荡地落在了南疆这片热土上,化作一片轰迷。 2009年,王英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主席曾亲自批示,王英同志是优秀纪检干部的代表,要广泛学习他的感人事迹。 王英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视剧远山的红叶。